面对台下大批军校学生 俄罗斯总统普清喊话会持续壮大军队 普清大秀军事肌肉 强调会让俄军装备更完善 另外针对两名美国公民 在乌克兰参战时遭到俘虏 克里姆林宫现在也暗指这两人应该判死刑 尽管白宫严正抗议 但这两名美国军人雇佣身份 不受到日内瓦公约保护 很可能在盾内刺客人民共和国内受审 并面临死刑 俄罗斯许多行为引发各国不满 立陶宛也因应欧盟制裁限制铁路货运 过境进入俄罗斯海舰队总部所在地 加里民格勒州 让俄罗斯外交部扬言要报复 出言威胁说立陶宛是公然且有敌意的限制 但开战以来已经有不少俄罗斯人反对入侵乌克兰 却有流亡海外的独立媒体主持搭档 换到乔治亚伯新闻要揭露俄罗斯的帖幕 在3月曾公开发表反俄入侵言论的莫斯科议员 戈里诺夫尽管面临十年监禁 不过21号开庭时 他依旧高举反对战争的手写标语 对自己的理念完全不后悔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